夜经目光在凤九的身上打量了一番 现在身上穿着星云的学服 顾佑问 你是药院的学子 是今年刚进来的 药院和丹院都是轻衣 据说丹院今年只招了一个 想来不可能是这少年 那么他应该就是药院的了 啊 我是今年才进来的 我要回去了 啊 你呢 一听这话 夜经的手不由抚向脚踝 摇了摇头 我走不了了 我知道你走不了 我是问 需不需要我送你 怎么 怎么送啊 夜经威正地看着他 小黑 把他抱上 大黑熊 嗷一声 上前 一把将那小小一点的人类抱了起来 进而看向凤九 走吧 等等 我 我那个朋友 顾好你自己吧 你的朋友 可比你精明多了 他提气略行 后面的大黑熊 碰碰碰地奔跑着 奔在凤九的身后 一天后 他们出了万寿山脉 凤九看着在小黑怀中睡过去的夜惊 想了想 便道 小黑 好人做到底 把他送回灵院吧 大黑熊呆呆地看着他 不知灵院在哪 嗯 还是算了 先去我那儿吧 你太显眼了 要是去了灵院 还不知得惹出什么事来 于是 最后带着大黑熊 往他的洞府而去 当他将沉睡着的夜惊 安置在他的洞府后 走出来 却见那头大黑熊 还蹲坐在洞府前没离去 不由微压 哎 小黑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快回去吧 大黑熊嘀嚎一声 伸出笨重的熊爪 拍了拍草地 放久见了有些傻眼 你 你不会是想说 你不想回去了 想留下来吧 这 这不大好吧 他的瘦瘦 已经不少了 还真没必要 再来一只大黑熊啊 而且 他又不能像老白一样 招摇过时当做棋 也不能像烹饮兽一样 可以缩小 当肉球 更不能像小火凤一样 能变成小胖丸 他真没想过收他 他突然站了起来 两只熊爪在自己胸口 大力地捶打着 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仿佛是想告诉他 他很强 哎 停停停停 他连忙阻止 虽说这里没什么人 不过这样拍打也怪可怕的 这样吧 你暂时不想回去 就在这里帮我守着洞府吧 等以后呢 你想回去了就回去 我不拦着你 现在你乖乖在这里守着 我要去 我去 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吞云兽的声音 凤九回头 见老白背上趴着吞云兽 不由有些诧异 老白怎么肯让吞云兽 趴在他背上了 而且半个月没见 这两只兽不见瘦了 反而还肥了 是怎么回事 哎 你们两个 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不是让你们守着洞府 没事别乱跑吗 报告主人 我们没干好事 没干好事 那是干坏事去了 主人 你哥来找过你 说趴在玄院 吞云兽连忙扯开了话题 而后趴在老白的头上 不敢抬头 见此 凤九挑了挑眉 也没再多问 他们这阵子到底干了什么 而是交代了几句话后 便朝兑换点而去 吞云兽 学院的兑换点 凤九站在那里 看着那名兑换点的中年执事 问 请问 多的火精 也能直接兑换贡献点吧 可以可以 只要你拿得出来 我们这里都收 而且贡献点数 跟任务栏上一样的 当凤九再听到他的话后 直接从乾坤袋中 取出那些火精时 那兑换点的中年男子 直接傻眼了 就连后面排着队 等待交任务的学子 也一个个错愕不已 盯着那小山一般的一堆火精 半赏说不出话来 凤九将小山般的火精 往前一推 一共3980枚 这 这都是你自己 收起来的 是啊 他几乎将万兽山脉里 火属性的灵兽 都抓遍了 才凑到这么多 这时 后面的一名 大灵师级别的学子 顿了一下 喊了起来 我知道了 定是他给那些灵兽用了药 我去万兽山脉做任务 这些天一直碰到 六级以上的火属性灵兽 火精被人挖了 而且那些灵兽 还一直只瘦了一大圈 一副饱受摧残的模样 肯定是他干的 听到这一话 前头的凤九 回头扎了扎眼就 看了愤愤不平的那人 有些疑惑 他怎么得来 怎么拿到的 关他们什么事 这些人吃饱 没事干吗 懒得跟他们计较 他敲了敲桌面 快点给我对话 我还有事呢 那名中年男子 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这才清点起 那小山般的火精来 半个时辰后 清点正确 中年男子给他的玉牌 注入贡献点 又登记了一番 看着那少年转身离去 不由心下压抑 本以为是药院的 却不想竟是丹院的 丹院最近几年都没什么学子 那这少年 该是今年刚进来的那一名了 凤九哼着小曲 来到天楼 这才放慢了脚步走上前 将身份玉牌递给那守卫的老者 笑眯着一双眼睛 都是啊 我是来换宝贝的 老者接过玉牌 瞥了少年一眼 换宝贝 这还是第一回 有人这么直接的说出来 每件法器兑换贡献点都不一样 你进去看吧 找到喜欢的 而你的贡献点又足够 就可以换 老者一边说着 一边登记着玉牌上的信息 丹院学子凤九年十六 多谢导师 凤九接过玉牌 却没迈步走进去 而是看向老者 笑眯着一双眼睛 导师啊 我听山下的学子们说 您可以指点一下 学子如何挑选法器 那依您看 我挑个什么样的法器为好呢 听山下的学子说 老夫来这里这么多年 也只指点过几个而已 山下的学子 可没这个荣幸得我提点 是是 我就知道 导师不常指点 但凡指点 必定能帮学子啊 挑出最合适的宝贝 导师啊 那您看我呢 天牢中 哪一样比较适合我 老者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笑容来 他面容严肃 哪个来此的学子 不是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 也就是这小子 舔着脸去往前凑 也罢 老夫就来问你 你想挑 有何作用的法器 我这不是飞不了了吗 我就想 调样飞行法器 不太豪华的 也不用太大 就可以出入带步 若是还可以当武器使用 有防御功能 那就更好了 要求倒是不少 二楼最里面的架子上 最顶层有一个红木盒子 里面有一根七彩琉璃鱼 低血认主后 可当飞行器 也可当装饰挂在腰间 赐予同时具备防御功能 此系是学院以前 一位炼器尊者所炼制 可抵挡 精丹修士三机 原因强者一机 学院里的学子 盯上那根七彩流利语的人 不少啊 只不过 此与兑换贡献 是一百八十万贡献点 好东西 贡献点都高 至于贡献点低的 也不是没有 就拿一楼 第三排第二层 也有一飞行器 只需五千贡献点即可 七彩琉璃鱼 他倒是想看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根羽毛 竟值这么多的贡献点 七彩琉璃鱼 他倒是想看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根羽毛 竟值这么多的贡献点 按照老者所说 他直接来到二楼 最里面的一个架子 取下了最顶层的 一个红木盒子 打开的那一刹那 直径如同彩虹般的 七道光芒射了出来 那种耀眼的美丽光芒 让他只是一眼 便喜欢上了 就他了 他拿起那红木盒子 走了出去 来到老者那里 将盒子放在他的面前 道士 我就换他了 你的贡献点有这么多 有啊 我刚做任务回来 他咧嘴一笑 再次将玉牌递上前去 老者将信将疑的结果 先前没查看 玉牌里的贡献点 因此并不知 里面有多少 此时再一查看 当看到树木时 就连一罐板着一张脸的他 也忍不住 愕然地瞪起眼睛 这么多 你的身份预牌上的资料 不是显示 你刚进学院的吗 还是 你有什么后台 呃 我没有后台的 这是我自己赚的 真的 我去万寿山脉啊 收集火精赚回来的 刚兑换的呢 他不说去万寿山脉 收集火精还好 这话一出 老者更不相信了 纵是心下怀疑 老者却也没多说什么 而是帮凤九 兑换了那七彩琉璃雨 兑换过后 凤九低血 将那根羽毛认住 而后取出一根红丝带 将它系在腰间 多谢导师指点 我走了 下次再来 他挥了挥手 在老者的目光中 往悬院而去 凤九一路走着 遇见他的学子们 纷纷将目光 落在他腰间的那根羽毛上 一个个眼中诧异 七彩琉璃雨 在学院天楼 可说是学子最想兑换的 三宝之一 那根七彩琉璃雨 是学院以前一位 炼器尊师所炼制 羽毛几乎毫无重量 但那如彩虹般的七彩流光 却如水纹般的 在那羽毛上流动拂过 一层层如同水纹 十分美丽 而最让人想要得到的是 他除了是速度极快的 飞行法器 还可以抵挡金丹修 是三次的攻击 原因强者一击的重击 这可是保命的法宝呀 就他们知道的那样 学院里的十大天骄 都盯上了天楼里的三宝 只是贡献点 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尤其是这三宝的兑换点 又那样的高 普通学子就是用上几十年 他也兑换不了 没想到 今天却在一个 穿着轻衣的药院学子腰间 看到了 这消息几乎如风般 在学院中迅速传开 与此同时 凤九已经来到玄院 爬上玄院的主风 看着那三五成群的学子们 有的在树下笔画着 讨论着武技 有的坐在草地上闲聊着 一脸笑意 有的双脚倒挂在树上 头往下 闭目不语 唉 都是星云学子 单愿跟玄院 根本没法比 他走上前 唉 请问 话才出 还没走进那名学子 就见那名学子指着他 失声惊呼 看 那青少年就在这里 他竟跑到咱们学院来了 这话一出 几乎周围众人的目光 嗖嗖嗖地 全朝他看来 这 这是干什么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看着那一个个 朝他围过来的学子 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 却见 连身后的路都围上了人 一个个盯着他 而后 那目光都落在他 腰间当配饰的那根 西彩琉璃雨上 干 干什么 这可是我换的 他本能地捂住腰间的那根羽毛 警惕地盯着众人 嘿 小子 你什么来头啊 新晋学院没一个月 你就兑换了七彩琉璃雨 什么来头 我没来头呀 这可是我自己赚来的 天地良心哪 难得他乖乖地做任务 赚取贡献点 怎么一个个都问他是什么来头 你们太欺负人了 这明明就是我赚回来的法器 再说 我哪里有招摇过世了 这羽毛 本来就可以做腰师 我不带腰间 带哪 哈哈哈哈 自己穿的 你不信吗 一名学子扬声笑着 看向周围的学子们 不信 哈哈哈哈 周围学子们笑应着 一个个仰头大笑 哼 太欺负人了 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们 你们别太过分啊 真惹恼了我 我 我 你会怎么样啊 他眸光中 划过一抹幽光 哈哈哈哈 我会打人的 哈哈 打人 就你呀 嗯 我真的会打人的 嘿嘿 药院的人 跟我们学院的 说他会打人 嘿哟 嘿 你觉得这话好笑吗 你会打人 你试试看呐 我倒是想领教领教 你怎么打人呐 是啊 我们都想看看 哎 可是不行啊 学院里 可不是不准私斗的吗 我怎么能打你们呢 灯火导师找我麻烦 怎么办 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要不然真惹恼我了 我真的会打人的 来呀来呀 你待会儿来打来看看呐 小子 你说我没弄清楚 这里什么地方啊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学院 跟我们学院的人说打架 哈哈 你胆不小啊 那就是的 我在学院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碰过 这么有趣的事 药院的学子 在我们学院说打人 哎呦 我还真想知道 这小子打人什么样的 小子来来来 打一拳给我们看看来 你挥出拳吗 有没有我叫 哎 那站在凤九面前的 那名学子 戏谑的笑说着 可话还没有说完 就先一拳 突然间挥了过来 那突然出手的一拳 让那名学子 防不胜防 只听砰的一声 眼睛一痛 眼前一黑 紧接着 直直地倒了下去 哎呀 哇 你真敢当 我看 小子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哎 凤九揉了揉手 看向那周围 一脸错恶的众人 无辜地说 这可真不怪我呀 我说了我会打人的 是你们不信 大爷的 敢来我们学院擦眼 兄弟们 揍他 这不好好收拾的 他是真不知道 我们学院的厉害了 那些学子们怒骂着 一个个挥拳 朝那一脸无辜的 轻衣少年挥去 众人一起围了上来 吓得凤九惊呼一声 哦哦哦 你们不要乱来啊 他身形一闪 脚下步伐一移 瞬间穿过他们的身边 正要朝学院下逃去时 就见一男一女 凉莫身影 骑着白鹤 朝这而来 你开玩笑吧 你自己赚的 我告诉你 那七彩六立鱼 学院前十天交都盯着呢 他们都赚不到 一百八十万的贡献点 去兑换 你这一个新晋学院的菜鸟 不到一个月就赚到了 你说了有人信吗 凤九嘴角抽了抽 菜鸟 我怎么就被人叫菜鸟了 这本来就是我赚的 这跟羽毛 我都低血认主了 百民的事情 你们不信 我也没办法 不过 你们信不信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了 我们都兑换不了 你一个要运的新晋学子 却兑换到了 你不是走后门是什么呀 就是了 学业十大天交 都兑换不了的宝贝 却让你一个菜鸟给得到了 能不关我们的事儿吧 那奏学姐从进学院 就说要兑换这器材 琉璃鱼了 她为了这根羽毛 那可是拼命修炼自愈 还努力赚的贡献点呢 你说她若知道 她喜欢的这根羽毛 被菜鸟给得到了 得多丧心呢 看着那些学子 一人一句 说得面红耳赤 口水横飞 怒意腾腾 好似要拧拳朝她挥来一般 凤九一边后退 防着被他们口水喷到 一边说 你们别激动 我还是下回再来找人算了 然而 她这步伐才往后退 就被后面的学子堵住了 想走 你既然来了 不说清楚啊 就别想走 就是的 不说清楚别想走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欺负人吗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可别乱来啊 你都敢佩戴那根七彩流利鱼 招摇过世 还怕人乱来 我们都知道 这七彩流利鱼啊 乃是天楼三宝之一 一被兑换 那消息就传出去了 不只是我们 灵院的人都在找你呢 而且学十大天教 估计也想看看 你轻易心尽学子 到底是有何本事 竟然可以兑换得了 这七彩流利鱼 这是周学姐跟耿学长 真的 他们真的来了 这区区一名新晋学子 能经度我们学校的十大天教 他的面子也挺大了 大什么呀 我们就等着看的被收是吧 周学姐跟耿学长 可是灵院的人 除此之外 他们的身后 也有着庞大的势力跟后台 连他们看中的东西都敢抢 这少年的皮 可真是紧帮帮了 众人说话间 那骑着白鹤而来的两人 没有下来 而是停落在半空中 居高临下地打量了一下 下面的轻衣寿年 尤其是看到 寿年腰间的那枚 流光溢彩的七彩琉璃雨 眼中皆滑过一抹光芒 其坐在白鹤身上的白衣男子 锐利的目光盯着下面的凤九 这位学弟怎么称呼 凤九瞥了上面的两人一眼 并没有打算开口 而是四处看了看 拨开挡路的人准备离开 真是开玩笑 他问他就得答了 有这么摆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问人的吗 他才懒得鸟他 当众人看着那轻衣少年 竟是瞥了一眼耿学长 然后拨开挡路的学子 准备离开时 一个个暗抽了口冷气 这轻衣少年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竟敢无视耿学长 白鹤上的白衣男子见此 眸策一冷 盯着那少年再一次地问出声 这位学弟怎么称呼 男子的声音带着冷意 而且还夹带着一股灵力威压 那是大灵狮的威压 此时尽数嘲讽就袭去 周围悬院的学子都可以感受到 那股大灵狮的威压 在空气中荡开 而偏偏那轻衣少年 竟跟没事人似的 头也没抬地继续走着 丝毫不受万点影响 喂小大 没听到狠学长问你话吗 就是的呀 小子你懂不懂规矩啊 周围悬院的学子喊着 再一次围了过来 挡住了凤九的去路 你们干嘛呀 都是一个学院的学子 为难我做什么呢 我都不想跟你们计较了 你们却还是没完没了 难道不知道 圣人也有发火的时候吗 呦你还会发火 你倒是发个火来看看啊 凤九瞥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更没有人看到衣袖下 他的手微动了一下 他微抬眸 看向一旁 被风吹得轻轻浮动的树叶 缓缓抬手 轻撩了一下发丝 几西间 他看了那些学子一眼 外部继续走着 想着今天是见不到他哥了 那他还是下次来吧 要不然呢 就让他哥去找他也行 反正今天这里的动静 一旦传开 他也会知道他来过的 嗨 小大 谁准你 走字还没说出来 那脉部想去扯那轻衣少年的学子 双腿一软 整个人 因惯性而往前扑倒在地 怎么回事 一连间 惊呼声不断 那下风处的学子们 一个个浑身发软的 倒在地上 连站都站不起来 而在上风口的那几个 则为眼前的一幕惊到了 一个个瞪着眼睛 盯着凤九 是你 是你对不对 你是要远的学子 定是你使了下三滥的手段 那上风处的几名学子 正骂着 就见那轻衣少年 抬手间一弹 一股气流迎面浮来 他们本能地吸入 待反应过来 想要避气 已经来不及了 只感觉那气息 窜入身体 下一刻 双腿一软 跌倒在地 凤九看了一眼周围 一个个趴下的悬院弟子 很是无奈 都让你们别挡路了 偏偏不听 让我拿你们如何是好呢 那些学子们 一个个瞪着眼 怒视着那一脸 无奈的新衣少年 觉得他卑鄙无耻 若是动手的话 他们一根手指 都可以碾压他 凤九看着他们 仿佛猜到了 他们心中所想 露出了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来 你们应该庆幸 我用的是药 他弹了弹衣袖 迈步朝前走去 然而 一抹白色的身影 却偏然而下 停落在他的面前 这位学弟 我叫周轩 是灵院学子 我想问你 腰间的这根 七彩琉璃雨 转让吗 我可以用更高价 向你购买 啊 真是抱歉 这根羽毛 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不打算出手 周轩看着少年俊美的脸上 展开的那迷人笑容 不觉迷失在其中 正正地看着 轻声呢喃着 啊 没关系 我 我就问问 半空中 那名耿学长 见周轩目录痴迷地 看着那名少年 眼底不觉地 划过一抹冷意 他眸色微沉 目光落在凤九身上时 极快地掠过一丝 杀意 啊 那行 我先走了 凤九笑眯了眼 看了那周轩一眼 这才迈不离开 这一回 没人阻止 也没人去阻止 所有人都看着那轻衣少年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一路走着 路上遇见的 都拿着一双双眼睛盯着他 以及他腰间的那根 七彩琉璃雨 看得他实在是直发毛 终是受不了的 将腰间那根羽毛 取了下来 真是的 一个个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不就一根羽毛吗 不就是件法宝吗 一个个都跟恶狼盯着肉般 一副垂涎欲滴模样 真让人受不了 他嘟囔着 抄了小路走 到了娇偏僻的地方 才将那根羽毛一抛 看着那根羽毛在他面前 泛着流光溢彩的变大 他眼睛一亮 经月儿上坐了上去 这才往他的洞府而去 他换宝贝时 引得各院轰动 走时却悄然无声 甚至那些雪子们都以为 他是耀远的雪子 回到洞府时 见小黑乖乖地坐在外面守着 老白也在洞府外转悠着 小吞云则趴在草地上 懒洋洋地连头也没抬 夜精还没醒吗 他心下疑惑 越过三寿 走进洞府一看 这才看见 已经醒来的夜精 坐在石桌边 你醒了 醒了怎么还不走 这话他倒霉说出来 夜精一回头 就见少年腰间佩戴着那根七彩琉璃雨 不由地讶异 你怎么会有这个 文言 凤九勾唇一笑 在石桌边坐了下来 自然是我赚的贡献点 对换回来的呀 听到这话 夜精正了正 想到那头胜兽级别的大黑熊 也乖乖地听他的话 不由动了动嘴 没问 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七彩琉璃雨 不少学子盯着 你要小心一点 免得他们找你麻烦 我知道 他笑应着 没告诉他 刚才他就是被人堵着 险些回不来了 看着这个大大咧咧的少年 他微微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来 谢谢你 见少年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便亲身问 你是丹燕心静的那名学子吧 嗯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能告诉我吗 我叫凤九 我是夜精 你是知道的 嗯 知道知道 学院十大天骄之一 还是学院的第一美人 什么第一美人 都是学院学子说着玩的 见此 凤九眼珠一转 盯着他两酒 笑眯着一双眼睛 哎 问你个事啊 什么事啊 你定清了吗 有喜欢的人吗 啊 没料到少年竟会问出这话 夜精愣了一下 脸色微红 我还没有定清 也没有喜欢的人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还没有定清 也没有喜欢的人 你问这个做什么 哈哈 这个好 我跟你说啊 哎 我有个干哥哥 叫关西岭 人长得也很好啊 身材结实健壮 性格稳重 为人厚道 有责任心 实力也非常出色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他很不错的 啊 夜精听了 愕然的张大了嘴 有了些失形象的 看着这个笑意盈盈 充当起没人的少年来 好半生说不出话 怎么样 其实也不用马上答应 就渐渐 看着合眼了就楚楚 觉得不错了 再进一步发展就行了 我可跟你说啊 我是见到你 才将我哥介绍给你的 别的女人 想这个机会 还没有呢 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他笑着站了起来 哎 你脚能走了吗 用不用我送你啊 凤九也站了起来 问着他 不用 在你回来之前 我吹了哨子 叫了白鹤过来 应该就到了 于是 凤九只送他出洞府 陪他在洞府外候着 一边到 我说真的 你再考虑考虑 等下次有机会了 我介绍给你认识 夜精只笑着 并没有说话 当他看到那头大黑熊 还蹲坐在那里时 不由问 他不回去吗 怎么还在这里啊 嗯 赖上我了呗 见此 夜精微厄 继而轻叫出声 当看到天空中 飞来了白鹤 盘旋了一会儿 停落在他面前 他看向身边的少年 凤九 很高兴认识你 我下次再来 嗯 很高兴认识你 欢迎有空再来 他看着他 坐着白鹤离去 消失在山头的另一边 那些悬院的学子们 则在恢复后 纷纷带人赶往药院 打算找那轻衣少年算账 谁知 问遍了整个药院 也说没有那个人 哎 我听说今年丹院 新进一个学子 那小子会不是丹院的 走 去看看 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 于是 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马 就朝丹院而去 至于另一边 天楼的老者 也找到院长和复院两人 将凤九这个人 跟他们说了一下 想看看他们有何反应 谁知 原本不太在意的两个人 听到老者的话后 接愣了一下 复院更是在 缓过神后 惊恶地站了起来 你说谁 凤九 真的叫凤九 嗯 是叫凤九 十六岁的少年 母样长得挺俊的 老者 点了点头 看了眼激动的复院 眼皮微抬 这少年 是 进了我们星云学院 更没想到 他竟然跑到丹院去了 这一小子 难道还懂得炼丹不成 你激动个什么 不就是一少年吗 哎 你是不知道啊 说了你也不懂 还不行 我得马上去看看 复院哈哈大笑地说着 正想去丹院看看 就见一名导师 急急地走了进来 院长 不好了 学院学子都说不听 一个个都说要找人算账 近百人往丹院跑去了 几人一听 愣了一下 院长问 怎么回事 跑丹院 去找人算账 是啊 天楼三宝之一的七彩琉璃羽 被一轻衣少年给兑换了 那七彩琉璃羽 是学院前十天交都盯制的宝贝 如今却让一心静学子给得了 且不说他们还没怎么样 就学院里的人 看那少年腰间配的那根羽毛 招摇过世 这一个个都被刺激了 那名导师试了试汗水 又道 只是那少年 也不知怎么回事 跑到学院去了 那些学院弟子 读他问是不是他有后台之类的 后来起了矛盾 也没动手 就是学院的学子都怕了 一个个浑身无力 在地上趴了近一个时辰 宣院的人恢复过来后 找到药院 药院说没那个人 他们又跑到丹院了 这上百号人呐 拦也拦不住 我怕出事了 就跑来问问 这是怎么处理 胡闹 傅院大贺 他是知道的 那少年实力虽强 天赋虽高 却为人谦虚厚道 如何会说特意佩戴那根 七彩流里雨到处去炫耀 他去学院 应该是去找他那个兄长 关其岭 想到这里 傅院一脸怒意地喝道 都烦了天了 他有没有规矩 他回头跟院长说了一声 便带着那名学院的导师 往丹院而去 天楼的老者 看着傅院一甩衣袖怒去的举动 不由看向院长 那少年 真跟他不是亲戚 哈哈哈哈 来 坐吧 我呀 跟你说说这事 学院的学子 有的有飞行法技 有的没有 因此 有的便宰没有的 浩浩荡荡上百人 不用半炷香的时间 就到了丹院的风头 他们找了一圈 从孙侄氏那里 得知了凤九的洞府 一行人便赶了过来 孙侄氏见情况不太妙 连忙跑去找丹院的 几名导师 而此时的凤九 在送走夜经后 便回洞府中 舒服地泡着走 因此 也并不知外面的事情 悬院的人 怒气冲冲地来到凤九所在的洞府 将那洞府围住 怒声喝着 小子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快出来 泡澡的凤九 听到外面的动静 微震了一下 仍起身穿衣 而在外面 那和老白到附近 林中觅食的大黑熊 在听到洞府这边的动静后 猛地奔了回来 当看到那里围着不少人时 顿时怒嗷一声 朝那些人扑去 众人听到熊吼 回头一看 顿时吓得脸色大变 迅速后退 大黑熊 重重地扑落地面 守在了洞府的前面 咧着锋利的牙 盯着那周围迅速退开的静子们 浑身的圣瘦气息 伴随着他的低吼 而袭出 惊得那些迅速退后的静子们 脸色苍白 惊骇不已 抱歉 这里怎么会有 圣兽级别的大黑熊 原本堵住洞府的那些 悬运学子们 脸色泛白不敢上前 以他们的修为 根本对付不了圣兽 可这应该在万寿山脉 深处的圣兽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大黑熊怒吼着 却没有扑上前去 因为凤九交代过 留在学院这里 不能伤害学院里的人 因此 他也只是吓唬吓唬他们 不远处 老白漫悠悠地 踩着马蹄走了过来 仰高着头 扫了周围的学子一眼 鼻孔中喷出两道鼻息 见当中连个美人也没有 便无趣地甩了甩马尾 找了个地方趴下 靠 那个什么怪马 学院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看 那洞府口 还有只小宠 一名学子惊呼着 指着那迈着小短腿 从洞府里走出来 趴在洞口处的小吞云兽 这里真是单愿 那小子住的地方 不是养兽的地方 这时 一席轻衣着身的凤九 还是在腰间佩戴着那根 七彩琉璃雨 走了出来 看了那上百号人一眼 笑了笑 你们这是做什么吗 小子 你还敢笑 你上我们学院药物扬威 今天 我们绝对不放过你 对小子 你出来 我们要向你挑战 对 并要让你知道 我们的厉害 还是算了吧 你们真的太弱了 跟你们动手 我都有些不太好意思 赶紧回去吧 免得我家小黑 发起脾气来 我也拉不住 仿佛印证凤九的话一般 在他的声音落下后 那头大黑熊 也低吼了一声 那些正要上前的 悬院学子一见 顿时又后退了几步 有些恼怒 有些不甘 也有着愤恨的 盯着那新衣少年 都给我上 我就不信 揍不了这小子 一名学子大喝着 率先冲上前去 其他人见状 一个个也是拧起拳头 朝前面掠去 一半的人围攻 那头大黑熊 一半的人 却在破洞府的结界 看着外面乱成一团 凤九还真是吓了一跳 联盟喊着 你们真是不要命了 我家小黑可是圣兽 他一掌就够你们吃一壶的了 就要揍你 管他的什么圣兽 我们要是白来了 那才救人哪 不对 就要揍你 你们 你们太欺负人了 哪有上百号人来围攻他一人的 这些人太过分了 真当他好欺负是吗 好 是你们逼我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气呼呼的说着 一边卷起衣袖 就打算冲出去 好好的揍他们一顿 可就在这一时 一声怒吓声 从天空传来 都给我住手 如雷般的怒吓 似水纹般的微压 往周围荡开 声声让下面的众人 脚步踉跄地倒退了数步 一个个体内血迹翻管 如同要冲上喉咙 他们心惊之时 朝天空望去 这一看 顿时粘了 是妇院 妇院怎么来了 这是连妇院都惊动了 凤九抬头看去 就见那老者 衣袍浮动 带着一名导师 凌空而来 眨眼间 就落在洞府面前 是谁带头 在这里闹事的 妇院瞪着眼睛 扫过那一个个 低下头的学子们 喝道 是不是想被退学 还不快给我滚回去 众人一听到退学两字 吓得手心都渗出了汗 当即不敢停留 匆匆离去 不消一回 就跑得一个也没剩 凤九啊 你还不快打开结界 让我进去 妇院笑眯着一双眼睛 看着凤九 凤九挠了挠头 善善地笑了 这才打开结界 请她进来 官府员 许久不见 老夫可是等了你许久了 还以为你没来呢 没想到你却跑到丹院里来了 她笑着走了进去 在洞府里看了一眼 进而看向凤九 你还会练丹 在学 在学 官老在石桌边坐下 看着凤九的 是这样的 我听说你去了玄院 知道你定是去找你哥了 是这样的 我听说你去了玄院 知道你定是去找你哥了 难道我哥 直接拿令牌进学院了 这不大可能吧 他的为人凤九还是知道的 纵使可以走后门 但以他的性格 定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实力的 那倒没有 是这样 官老笑了笑 大致地将关系领进学院的事情 跟凤九说了一下 最后 我见他 既然是你义凶 想着照顾着他点 让他去闯玄塔了 所以 他现在是没在玄院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还想着 我去玄院动静这么大 他怎么没出来呢 你在丹院里埋没了 我想将你调去陵院 你觉得如何呢 不行 这怎么行 凤九还没说话 就听外面传来了两道 异口同声的声音 两人回头看去 就见当日 帮凤九考核的那两名丹师 急急地走了进来 附院 凤九是我们两个招进来的 他可是我们丹院唯一的弟子 我们可是对他寄予了厚望 您怎么能将他调去陵院呢 去了陵院 才是埋没他炼丹的天赋 此事绝不可行 万万不行啊 你们不知道 他去陵院 才不会埋没了他 而且他从没进学院前 老夫就遇见他了 还给他心令 让他来新云的 谁知 他跑丹院来了 所以 我想将他调到陵院去 不行不行 他调去陵院 那我们丹院怎么办 他可是我们好不容易 才招到的学子 我们丹院就他一个学子 若将他调到陵院去 那 那丹院岂不是 那两名丹师急了 好不容易招进了一名学子 附院竟说要调到陵院去 那怎么行呢 公府里面的附院和两名丹师 一直在争论着 见此 凤九悄悄地准备溜出 前脚踩出洞外 后面附院就大喝一声 行了 别争了 反正都是学院的学子 这样吧 附院说着 看向凤九 却注意到他 已经走到了洞口 不由摇了摇头 凤九 你留在丹院也行 不过到时 学院大笔 你得参加 附院 这不大好吧 我 没什么不好说的 就这样决定了 你明天 先到陵院那边抱贝一下 这事就这么定了 附院也不再多说 直接便走了出去 两名单师见状 看向凤九 疑惑地问 你灵力修为 什么级别 学院这么多人 附院偏偏盯盯上他了 他在灵力修为上的天赋 难道很逆天吗 这个 也就是能自保吧 他善善地说着 现在灵力不能动用 又被塞进陵院 他只知道 找出破解的办法 已经刻不容缓了 温言 两名单师又问了他 最近恋呆的基础 学得怎么样 又交代了 若又不懂的 就去问他们 又告诉他 但愿这里就靠他了 让他好好努力 最后才结伴离开了 怎么办啊 他直接躺在洞府外 树下的草地上 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小火凤在明修 要不然 他还可以问问他 那枚青莲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现在 他连个讨论的人都没有 对了 学院的藏书楼 也许会有我要的答案 他翻身跃起 直接往藏书楼而去 他在藏书楼 一待就是三天三夜 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 几乎将所有有关的书籍 都看了个遍 最后终于有了点眉目 是混沌青莲没错 混沌青莲的话 可以修混沌功法呀 这两者相生相合 混沌功法 也可以滋养混沌青莲 想到这一点 他迅速回到洞府 闪身进了空间 在他师父留给他的那些功法中 找到了一本破旧的书籍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我给他做了一本破旧的书啦